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肝癌的患者中有8成左右是B型肝炎患者 目前台湾约有300万名B肝患者 若照顾得好 不一定会演变成肝癌 甚至于病毒还可能消失 到底什么是B型肝炎 会如何危害健康 甚至危及生命 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 台湾从1984年起开始施打B型肝炎疫苗后 离病人数大幅的降低 成效虽然很显著 但国民健康署统计 国内人约有300万名的代言者 主要原因是因为B型肝炎病毒的特性 以及目前还没有研发出可以完全治愈的药物 遇到肝细胞里面以后 这个B型肝炎病毒的DNA 会形成一个环状的DNA 然后非常的稳定 它就一直停留在这个肝细胞的细胞核里面 所以我们外面的药物很难 很难 这个我们的免疫系统很难去 对 去针对这个环状的DNA做清楚 B肝病毒入侵人体后 不会直接对肝脏造成伤害 而是会透过激发人体的免疫细胞 攻击已被病毒感染的肝脏 这时肝脏就会出现发炎现象 长期慢性的发炎让肝组织受损 进而演变成纤维化 硬化 甚至走向肝癌 我们可以长期吃药 去把它控制住 让它不会发炎 让病毒都不见 让其实它不会发炎 不会发炎它就不会破坏 理论上不会破坏 它就不会纤维化 就比较不会硬化 有硬化的就至少定期最终 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B肝的药物虽然无法直接杀死病毒 但能够抑制病毒的复制 将伤害降至最低 此外若能同时保持良好的生活作息 增加自体免疫能力 仍有机会战胜B肝 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地邀请到肝癌肠胃科 同时也是台北慈祭医院肝病防治中心的主任 徐景盛徐医师 来到现场为大家解答 让我们欢迎他 徐医师好 大家好 我是徐景盛医师 欢迎您徐医师 另外一位则是我们的抗B肝战士 黄建宗先生 你好 我是黄建宗 黄大哥欢迎您 谢谢 原来刚才我们看了影片之后才知道 原来这个所谓的B型肝炎病毒 是属于一种DNA的病毒 它要很多变 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察觉不到它的在哪里 可是还好我们可以借由抽血检查来发现它 大哥我想请教一下 那么多年来好多专有名词 你对这些专有名词你认识了哪些 知道肝指数而已 这样子 因为肝发炎是那时候不会痛嘛 没有什么症状 只那时候是腹部有点沉痛 小陈索医师说神经痛 叫我去大医院抽血检查 才知道肝指数提到六百多 所以刚才建宗大哥是知道所谓的肝指数 所以肝指数是那个秀兰字的那个对不对 CBT名 对 没关系大哥我跟你说 不要紧张 致闭安心就交给专业的医师 那我可不可以请一下徐医师 我们看那么多一个专有名词 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解释一下 哪些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 好 我想大家必须要知道的一般来说 第一个就是大家听到的肝功能就是GPT 那也有人说叫ALT 它其实就是血液当中的一个血清氨基酸转化酶 那这是什么东西呢 它其实是在细胞里面的一个酵素 那就是肝脏细胞被破坏 比如说肝发炎的时候 肝脏细胞被破坏的时候 它就会释放到血液当中 那所以我们抽血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医生就可以看到 这个指数变高或是变低 那越高就代表你细胞被破坏的越多 所以它就释放到血液当中的效素就会越多 所以这时候你的肝功能就会越高 那第二个就是表面抗原 表面抗原大家常常听说 你是不是代源 B肝代源其实就是看这个东西 就是HBSN的菌 那它其实就是我们用来判断说 一个病人到底有没有B型肝炎 那它若是阳性 就代表你有B型肝炎的病毒感染 若是没有的话就是没有 那抗体呢 就是说看你到底有没有好 B肝炎有没有好 其实第一 当然我们过去都是希望说 有抗体出来这个病人就是好了 它就是NHBS 那它就是阳性就代表说 这个病人已经有抗体了 它对于B肝是有免疫力 但实际上这个表面抗体 它产生一个机会是比较低的 所以在临床上 其实我们现在推而求其是 我们大家都是看表面抗原 当你从代源 阳性变成没有代源 我们在临床上其实认为 就是一个B型肝炎 算是一个痊愈的一个状况 那胎儿蛋白就是另外一个部分 它就是我们B肝最怕的一个后遗症 肝癌 所以胎儿蛋白越高 就代表说 你可能会有比较高的一个机会 是有肝癌 那一般来说 肝癌的一个指数大概 这个胎儿蛋白都要在400以上 可是大哥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们知道说 你B型肝炎的那个代源 已经超过30年 你这段路走来 有没有什么样的症状 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就像刚才所说的 肝发也没什么症状 只是无痛无病 那个都发 只是说靠像那时候去验血 去看那个GPT的指数这样子 所以其实黄大哥他一路走来 他的那个病情都是反反复复 他当时候发现B型肝炎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受损 肝的受损并没有很严重 可是因为他那时候真的太年轻了 还不懂得好好保养 还好啊 现在有在医疗团队的照顾之下 现在状况已经有稳定下来 那一路走来是如何 我们医疗团队是如何照顾他呢 让我们看一下这则VCR 从事运输液的黄健中 三十年前就有喝酒的习惯 熬夜对他来说也是习以为常 一段时间过后 他感到上腹部不适 到医院检查发现 除了罹患鼻型肝炎之外 肝功能的指数更超过十倍以上 那时候不知道说肝脏的厉害点是在哪里 所以说那时候先治疗 就是降到肝指数在九十几 那就叫你出院了 那出院完那时候还是一样 照喝酒 像生活作息有点迷烂的那个日子 持续发炎的肝脏 并没有带来明显的疼痛感 这让黄先生轻忽了病况的严重性 然而在多次抽血检查肝脏指数 都无法稳定的情况下 这才决定前往大医院 进行彻底的检查 肝功能有高大概两百多 所以开始在我们医院追踪 那追踪了几次 大概追踪了快三到四个月之后 发现的确肝功能也是 就是至少都在八十以上 甚至到一两百多有 那所以在那个状况下 我们医师就会建议他说 应该开始接受抗病毒药物的治疗 医师也替黄先生安排腹部超音波 与肝脏切片检查 结果发现他的肝脏 已达到早期肝硬化的程度 一直负责家庭经济重担的黄先生 这才警觉到自己的健康 与家庭的幸福出现了警讯 除了下定决心改变过往的坏习 习惯并开始定期接受追踪治疗 会有可能再降吗 会有可能再降 你如果长期吃药会 吃了五年或是甚至到 吃了七八年的话 它那个肝硬化会进步 开始我也戒久了 开始慢慢也不喝久了 开始就慢慢来这边治疗 三个月也是一样回诊 三个月也是一样照超音波 就按时吃药 生活作息也慢慢地改 也不好悠了 它的指数都维持像 在三十四十之间这样子 除了稳定的用药 时常南北奔波跑车的他 也会注意饮食多摄取蔬果 远离烟酒 让肝指数近六年来 都获得了稳定的控制 下一步黄先生希望有机会 能够早日脱离 逼肝病毒的威胁 大哥请问一下 你现在生活作息有没有改了 有 已经完全地改善了 因为之前少年不知嘛 尤其一直喝酒又熬夜 造成说自己肝脏有些发炎啊 甚至到现在的纤维化啊 这样子 所以说听的话也是会有点怕怕 到有许医师的指导之下 我就慢慢地改善我的生活习惯 酒也戒了香烟也戒了 这样子 尽量是少熬夜 生活作息 那边完全都改 吃的方面也慢慢地改善 尽量去少吃一些肉类的东西啦 这样子 所以说现在的生活上 作息有改善很多了 这样子 那我当然是真的谢谢许医师 这样子 看到建宗大哥这样子的改变 真的很开心 可是很奇怪 因为建宗大哥来到你的门诊 他来医院抽血检查 明明就已经有 就所谓的肝脏发炎了 那你为什么那时候 不是没有积极治疗法 要再观察呢 就像人家讲的 你常常听到的广告词嘛 天年的最好 那从过去目前 其实我们有很多研究发现说 你若是B型肝炎 让他自己好 他好了之后 他这个稳定的状况 会持续 会比较持续 可是你若是用药硬是把它 比如说原本在发炎的状况下 你把它中止下来的话 它原本可能 原本能够恢复 甚至可能抗体会产生 可是因为你治疗之后 它可能会 就会变得 比较容易会再复发 所以在状况下 我们当医生就会想说 我到底在什么时候 要去给病人去给药 因为就好比说 我们知道其实B型肝 你知道为什么会发炎嘛 就是身体在清除病毒 因为我发现说 身体有病毒在里面 所以我现在开始免疫会开始起作用 会去把病毒消灭掉 可是消灭掉 就好像我们武侠小时候 说的那个弃伤犬 因为你要伤敌人 就要伤自己 他破坏那个细胞 破坏被感染的细胞 才有办法杀到病毒 所以他杀病毒要杀越多 他就破坏越多的细胞 那其实这是自己的一个修复作用 可是这个东西万一太激烈的时候 身体会受不了 所以你会听到什么 猛爆性的肝炎发作 其实就是他清除病毒 清除到过头 然后身体没办法恢复 所以我们医生会想说 我在什么时候要去挡住他 比如说那个火 他慢慢在烧 可是我不能让他烧得太低 烧到整个人都衰竭掉 那可是你如果太早给他 他又好都不完全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庭床上 现在都会建议说 可能先观察个 若是他的状况可以 比如说没有黄胆没有出来 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什么都很好 虽然他是有发炎 那我们还是会尽量去观察 可是一旦有黄胆出来 这个大概就不能了 不能再等了 这时候就赶快去下药 那这其实目的是希望说 将来他好的时候 可以好的比较 持续比较完整一点 不要说太早给他下药 让他好得不完全 以后会容易复发 是 所以这时间点很重要 一定要找到专业的医师 他才能够判断那个时间点 是哪一个点下去是最好的 可是徐医师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你的门诊变成那么多 很多逼干的患者 可是我知道你有很多的患者 仅有追踪 并没有给药治疗 为什么 大家比较常常听到的口服药 就是什么贝勒克 惠利托这两个药 但这个药大概只能抑制病毒 它只能抑制病毒 但是你为什么会好 其实是因为长期吃药之后 抑制病毒之后 你身体的免疫 再慢慢去把病毒清除掉 所以真的要好 还是要靠身体的免疫能力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你吃这个药不会好 它只会抑制病毒 这样怎么办 你就必须一直吃下去 那吃下去的话 短期吃你都不会有问题 当你有肝脏衰竭 我们要救命 我们当然很快就给你用药 可是现在问题来了 你吃这个药 你只能抑制病毒 你一停病毒就会复发 这时候你该吃多久 那你要吃到 像刚刚我们讲的 B型肝炎表面抗原 要让它消失 消失这个机位很低 甚至国外 他有用数学的公司去计算 甚至要到10年 甚至10年以上 那另外一个 大家比较少用的 或许就是打干扰素 干扰素 是激发你的免疫能力 去清除病毒 可是它就算是 比一般口服药要好 但是它一年的一个增加 就是痊愈的机会 大概表面抗原消失的机会 大概只有到3% 也就是100个人当中 一年大概只有3个人 综合这样的考量 比如说你吃药 你又要长期吃药 那这个药物呢 长期吃会不会有副作用 这我们就必须去考量 的确这些药 其实它都有它的一个不稳定性 甚至长期吃有的药 可能会有一些 肌肉酸痛的问题等等 所以这个大家就要考量 另外这个药其实不便宜 就算是目前 台湾已经是 是比较便宜的状况 台湾像贝勒克或惠吉祖 大概在140到160左右 在美国这个药其实还很贵 甚至到四五百块 是五六百块 那这样子的一个药物 你必须每天吃一颗 而且要长期吃 吃到什么时候 至少十年 这对其实每一个人 或是每个家庭 其实都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那所以 所以我们在用这个状况下 我们就会考量说 这个药物的一个效果 那它的一个副作用 那甚至它是不是 经济上的一个压力 那另外还有一个 最重要的就是 从过去的一个研究 其实发现 这些药物在什么时候 效果会最好 不管是打针或吃药 不管是你用干扰素 或是惠异图 或是贝勒克 它就是 当你肝脏发炎的时候 越厉害的时候 给这个药的时候 它效果会越好 那甚至在过去 长庚的医疗团队 廖院办教授他们的研究 他们发现说 其实 特别是在肝功能 在五倍以上 一般我们说 正常肝功能是40 它要到200以上 200以上的病人 它治疗效果是最好的 在肝功能 若是不到80 或80以下的这群人 它其实治疗效果是很 就是反应效果 虽然是有 但是相对来讲 它的一个好处 跟坏处相比较时 它就不是那么明显 那许医生的意思就是说 那些特效药 是要再救急用的 不能当成保养用的 对不对 对 因为长期吃的话 你可能要考虑这些问题 可是讲到发炎指数 刚才那个许医师 你说那个GPT 我想那可能 也不是一个唯一的 一个侦测指数吧 因为记得我在 我念书的时候 曾经有听过个大新闻 就是有个台大的医师 他本身是B肝带原的患者 他平常都是用抽血验 他的GPT 他都没有高 可是有天等到 他又上腹疼痛的时候 他自己做 他草原部检查才发现 已经是肝癌末期来不及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其实我们刚才有讲过 GPT 它其实是在肝脏细胞里面的 一个酵素 那它之所以会 让我们震测出来 是因为它细胞被破坏 它释放到血液当中 可是前提下是 你肝脏要有足够的细胞 那所以它其实 它有一个特例 就是当你肝脏细胞 不够多的时候 这时候你肝脏的功能 就再也高不起来了 譬如说 最常见的就是肝硬化 你如果已经肝硬化了 肝硬化就是身体其实 肝脏已经发炎了很多次 不断的修复 修复到里面 其实几乎都已经结巴 剩余的肝脏细胞 健康的肝脏细胞 已经很少了 这时候你在去怎么测它的时候 它的肝功能 其实都不太会高 所以你会发现 肝硬化的病人 其实它肝功能都很低 一般人他假如只有抽GPT 他会以为 他自己的肝功能正常 这其实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就是 当他比如说 他没有肝硬化的时候 这是好事 代表他真的没有很厉害的发炎 可是万一它已经肝硬化的时候 你光抽GPT 你其实看不出来 它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有可能它已经肝硬化 甚至它已经肝癌 可是单纯只这样子的抽血 是看不到的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在最终上 除了要抽血之外 还建议病人要去做超音波 因为一个是看它功能的一个变化 一个是看它结构上 有没有什么改变 这样才会比较有一个完整的 一个最终跟防复 像我们这B肝 它久来久之 它自己会好吗 这是真的吗 B型肝炎的话 看你怎么定义 目前我们是 就像刚刚所讲的 我们对B肝的一个定义 是认为说你有一个代源 就是有B肝病毒的感染 那真的假如说 你要定义到说 有抗体出来 抗体出来 这个机会其实比较低 但是从过去的研究当中 我们发现 其实B肝有个特性 它随着时间 它自己会 那个表面抗原会消失 那临床上其实认为说 表面抗原会消失 现在认为 因为你产生抗体的机会不大 但是你表面抗原会消失的时候 其实在临床上 你等于就是相当于 就是痊愈 那这样子的人呢 其实一年当中 大100个人当中会有一个 而且这个 几率是累计的 是累加的 也就是说一年会有1% 你到40年有40%的人 它表面抗原有可能 会原本从阳性变成阴性 所以当变成阴性的时候 有些医师会认为说 你就好啦 就不用回来看 这样也不对 是不是 因为B肝 它这个病毒 跟其他病毒不太一样 它会直接去破坏你的基因 所以就算是你产生抗体 或是你已经代源消失了 就是所谓 医生可能跟你讲说 你已经没有代源了 已经好了 或是甚至你抗体痠 可是你过去所受到的破坏 造成了一个纤维化 或是肝硬化的那些状况 还是在 其实这群人长期追踪下去 他还是会有 比一般人来讲 完全没有感染的人 他有较高的一个肝癌的危险性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 不管是B肝 甚至是细肝的病人 就算治疗好的病人 我们还是会建议他 还是要定期追踪 那追踪的时间 我们一般定义是 大概在6个月 我们只要曾经有感染过 有受伤过 即便现在好像已经好了 但是不要掉以轻心 还是要定期每6个月 要回来再给专业的医师 再做个检查 我想请教徐医师 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 跟大哥 跟我们全部的观众朋友呼吁一下 如果有B肝的这样子的朋友 我们在生活上 该如何的好好保养自己呢 我想最重要的是酒 酒 B肝 B肝这个病毒真的很怕酒 那 若是有B型肝 甚至细型肝炎的病人 我会建议不要再喝酒 因为从过去的研究 其实发现 你只要喝酒 加上B肝或是吸肝 它的那个疾病的进展速度 就是说 变成肝 肝纤维化 或是肝硬化的速度 会加快 甚至国外的研究 比如说你B肝 从感染一直到 产生肝硬化的时间 或许需要40年的时间 可是你喝酒的人 它可能只要20年 它速度会加快 所以能够在 或者是有B肝的状况下 尽量是不要喝酒 我听说 轻微的 轻微那个 脂肪肝对B肝患者 会有比较好吗 真的有这样子吗 我知道有一些 新闻报道也这样写啦 甚至有一些过去 甚至有一些医师 也有这样提过 实际上只是说 他们在研究当中发现说 有脂肪肝的病人 好像他的一个 B肝好的一个机会 会比较高 可是 其实这牵扯到很多问题 第一个 它的脂肪肝是怎么诊断 我们知道 其实脂肪肝最标准的 是必须要做切片的 现在没有一个机器 能够告诉你 或许现在有一些新的机器 未来会有些新银剂 它可以告诉你 肝脏脂肪的 一个严重程度是怎样 可是大部分 以目前就单纯的 超音波来讲 它其实并没有办法很 确定的告诉你说 你这个肝脏就是有脂肪肝 那大部分 他们都是 超音波像看起来比较亮 那就会认为是有脂肪肝 可是这样子的东西 很容易误判 为什么 B型肝本身就会造成纤维化 而且轻微的纤维化 其实就会让肝脏 看起来像是比较亮 而会误判为脂肪肝 所以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 脂肪肝跟B型肝肝 真的是有关系 我想这个还需要去研究 那另外其实目前发现 甚至在 我们知道 现在有吃很多B型肝肝的 一个药物 包含贝勒克或惠伊多 他们其实都做很大型的一个 治疗后的一个最终研究 他们发现说 在这群已经吃B型肝肝 抗病毒药物 我们知道现在目前的药物 都很好 它可以把病毒几乎压制到 完全零 完全验不到 在这些病人 他可以追踪三年四年五年 去看的时候 发现说 在基因病当中 他完全没有病毒了 可是他的肝功能还是会异常 在基因肝功能异常的状况下 最常见的原因是什么 是脂肪肝 这也就是说 B型肝肝病人 跟脂肪肝似乎不是那么一样 他再有脂肪肝 B肝的病人有脂肪肝 他反而还会肝炎 也同时会有肝炎 但不一定说是 到底谁是因谁是果 不知道 但是似乎不是说 代表就是那么安全的状况 对啊 所以我说 B肝跟脂肝肝的关系 或许这将来还需要再做更多点研究 才能够理清 所以不是说脂肪肝就比较好 还是要小心 那另外还有 B肝病人可能因为知道 我自己是B肝 所以他就会 平常生活保养都会很注意 甚至会 中国人习惯就会什么 去吃一些补的东西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有肝病 我可能就吃比较营养一点 我要吃一些东西 那长期下来 其实当初我们觉得说 脂肪肝跟B肝的关系 之所以会比较好 会不会是因为 基因人他比较注重保养 那所以他会造成身体的状况 健康状况 营养状况都比较 比一般人稍微好一点点 那所以他就好得比较快 所以他是不是就因此有脂肪肝 不过 我想这都还需要未来 再做多一点研究 才有办法再理清 对 那因果关系 还不是很确定 对 因果关系现在还不是很确定 在节目的最后 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 再味教一下 哪些症状早一出来 就很小心 可能已经是B肝了 其实B肝不会有症状 因为肝脏 它其实就是一个无声的器官 它默默承受你很多的事情 但是有下面这些状况 比如说你有 像随便讲的 它会变得比较疲惫 或者狗三合照 胃口不好 黄胆 甚至像黄胆 查射料就出来 大家就知道 这就很厉害了 肝脏其实它通常都是 不会有症状 你没有去抽血 你没有去检查 你会不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说 B型肝还是吸引肝 你要去做筛检的原因 是 所以今天真的非常的重要 今天真的非常感恩 两位精彩的分享 让我们知道 肝真的是个沉默的器官 一定要先确定 你自己身上 有没有带肝炎的抗体 或者是这个病原 而且一定要定期的去追踪 说不定哪一天 你这病毒有可能会消失 今天非常感恩你的收看 志文以守护爱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Flexề CAR. 你們 나서